好,現在11點32分,我們進行這個提案,臨時提案的處理,請宣讀 臨時提案第一案 原請經濟部會同財政部衛生福利部及農委會將目前租盛系包括稅號第0206.30.90款或第0206.49.90款 原意將此貨品號列中有關租盛部分例行單獨新增租盛之貨品分類號列,提案委員賴日蓉等人第二案 針對公公務署毅力法院承認委員會109.10月12日臨時提案於本日109.10月19日下午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貿易集局衛福部食藥署開會研討萊豬正列專屬貨品分類號之必要性 因此要求會議過程因全程公開並立即將會議記錄上網公開,提案委員卸一奉等人第三案 針對臺美簽訂BTA要求經濟部級農委會與兩週內提出簽署BTA對台灣產業及農業的效益及衝擊式評估報告提供本院立法院經濟委員或是委員 提案委員卸一奉等人第四案 要求衛福部應於兩週內針對廠商進口外國豬肉內臟製造之加工食品提出具體可行的溯源管理制度以促進國人的食品安全提案委員卸一奉等人第五案 為了達到農委會所宣示豬肉內臟進口溯源管理100%要求國貿局針對進口豬內臟部位 例如豬盛等新增專屬貨品分類號序列提案委卸一奉等人第六案 為完善進口減查驗管理經濟部會同城鎮部及衛福部等相關部會召開延商會議 研議就進口豬產品之不同部位分別制定不同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CCC code 以確保進口查驗管制得以落實以確保源頭管理保障國人的食案 並於兩週內將延商會議之決議報告送交立法院相關委員提案委員卸一奉等人第七案 要求經濟部進數協調相關單位研議工商團體建議在不妨礙境內防疫下提前部署讓商貿進數恢復正常 使我國在疫後時期的經濟發展搶得先機於三週內向立法案經濟委員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委員楊琼英等人第八案要求經濟部應積極與財政部衛福部及行政業農委 委員會共同研議提出萊豬內臟與非萊豬內臟區隔貨品分類號列並於兩週內向經濟委員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委員楊琼英等人宣讀完畢 好 我們接下來處理第一案 第一案 第一案呢 因為有一些文字剛剛我們這個總長我們已經修正文字過 就照宣讀的 那請教第一案 遵照辦理 好 第一案通過 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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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不是都有看過了 財政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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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我們今天下午要開會 那因為本來財委會的決議是說 叫我們把那個會議報告提送給財政文會 那因為今天這邊要求我們把過程全部公開 並且要將會記錄上網公開 我們現在是可不可以建議說 我們就由關務署在會後 把這個各單位的發言紀要 還有會議結果 來提供給財政委員會跟經濟委員會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這樣的調整 因為會議來 今天下午會議不可能用公開發行 公開的程序來進行 但是我們可以把那個發言紀要跟那個 好 你們表達意見 那我們請我們那個體驗人 謝委員 除了發言紀要以外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全程的影片都可以公開 會後 我們當初是講這樣子嗎 你只有講發言紀要 我們是影片會後全程公開 不用在會議當中就是全程公開 不過在會後要把影片上網公開 報告委員 我們行政機關的開會 是沒有錄音錄影的一個規定 而且依照那個行政程序法的話 這都是屬於機關內部 在你搞作業前的一個作業 基本上是不公開的 以上 我們要求還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有關國內 民眾的食安的問題 我們希望說能在會議後 全程的就是錄影公開 謝謝 來 請 賴樂人 委員 來 主席 我是建議這樣 確實因為我也在行政部門待過 有些資訊上面 在還完全定案前那個 但我建議說能不能會後的部分 把一些會議紀錄 然後公開 然後提供給本委會的委員 好不好 是建議說把 支持影片公開的嗎 沒有 影片的 沒有 我是說會議紀錄啦 我覺得會議紀錄 因為我剛剛提到會議紀錄公開 你也支持影片公開 好 好不好 我建議是用會議紀錄 因為影片的部分 它會涉及到很多後續的一些 那個 然後我覺得 會議紀錄部分 也讓國人能夠去檢視啦 那因為裡面各自的 這個 因為影片中有很多的討論 還是屬於內部的一個階段 我覺得那個還是尊重 他才能夠在你內部專業上唱 我們有麥克風嘛 是不是麥克風 請那個給委員 那個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 來 曾奕鵬委員 等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溝通溝通 曾委員來 那個 我都非常充分這個討論 來一個一個來 因為關於這個議題 在第一案跟其他案 其實重點都有講到 就是說如果以腎臟個別 然後甚至還有要求到其他部位 要分開貨 那另外一個案子 那個曾委員 我說其他案都有啦 我們先就針對第二案 對 所以我要講說 第二案其實 重點是結果 那會議那麼多 那裡面很多都是公務員 他們在談的時候 會談到說以前有什麼個案 怎麼樣哪一個公司怎麼樣 你公開逐字稿 甚至他影片的話 其實都會有後遺症啦 那他們如果剛承諾的 會後把那個紀錄跟結果 他們盡量詳盡嘛 這樣我覺得就足夠了 我們是在看結果啊 他們又不是立法委員說 在這邊要被公審的 我覺得這樣要求 那個公務機關的會議說 你要什麼錄音錄影 要公開啦 要逐字稿啦 我認為都不對 而且會有很多的問題啦 我是覺得剛才的文字修正 看他拿什麼要調的 那你就盡量詳盡 會後你們還可以拿那個紀錄 也給立委就是公開的意思啦 他們如果覺得還哪些不足 再去要沒有關係 但是不可能要求全程啦 好 謝謝 我想喔 我們經紀委員會都非常和諧 而且都主席台都會給大家 充分去討論喔 那各自有各自的意見 我們就充分去發表 但是也不要互相去攻擊 這個是主席台在那邊宣布 來 接下來哪一位 欸 謝伊鳳委員 再來孔文綺委員 再來還有沒有 好 來 邱志偉委員 來 還沒還沒 就一個一個 欸 你啊 來 那個謝伊鳳委員 這邊講就好了 好 賴委員喔 剛才喔 我們討論的喔 他也是支持喔 就是說會議紀錄喔 完全要那個公平公正公開嘛 他說他會 他覺得 雖然說他只是說 不要在過程當中 因為在過程的討論當中 這樣子公開 對於官員在會議當中討論 會有很多的影響 不過如果是在會後 把這裡面的過程 就是完整的公開給全民知道 他也是尊重會議公開的 好 謝謝 謝委員 所以召集人所 提案人所說的就是 不用當時是會後公佈 你的意見這樣子 再來恐慧級委員 好 等一下那個 我也是連署人 周志偉委員完 莊志偉委員 那個 這個案子 就早上我質詢的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整個資訊 要公開化透明化 你如果只有在會後提供發言災藥 還有會議結論 那中間有很多討論的過程 我早上不是講說經濟部不能介入嗎 今天是我們官務署召集我們各部會 農委會 經貿談判辦公室 食品安全辦公室 貿易局 衛福部食藥署開會討論 這完全都是我們財政部這裡 官務署嘛 那 我我覺得啦 每次這個行政單位提供會議記錄跟什麼摘要 那中間省列了很多大家談話的內容 談話的記錄 搞不好行政院辦公室打一個電話來 或部長打一個電話來 做一個指示 那很難說嘛 所以我覺得美足這個議題 我們要前程要公開啦 這沒什麼好怕的嘛 免得有什麼黑箱作業啊 好 謝謝 謝謝孔委員 接下來是邱志偉委員 好 薛主席我想這個提案啦 乍看好像合理 但細看啦 仔細看仔細想 好像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這個行政院各部會開會 跟立法院開會不一樣 立法院全程直播 沒跟人講什麼話 全民都可以透過電視 透過這個網路收看 但行政院各部會 為什麼行政院有發言人 為什麼各部會有發言人 如果每一個行政院會議都可以經過立法院議決 給我求他全程公開錄影 然後全程直播 那我覺得是立法權監督權侵犯了行政權 這樣不算啦 如果我們這邊可以要求一個 任何一個部門針對特定的議題 做一個決議 要開全程的轉播 我可以接受 你提供給相關的委員會 不用財政經濟 跟這個議題有相關的 主治稿也沒關係 詳細的報告也沒關係 他在討論啦 所以如果 我們要求他們這樣子 我覺得是立法權已經侵犯了行政權 好 大家三思再三思 好 謝謝邱委員 接下來是莊瑞雄委員 最後提出 主席 各位同仁 針對這個提案 那其實 國民黨的委員 其實在各個委員會裡面 都有類似這樣的一個提案 我們這邊談到的是說 要把行政部門 也就是說官務署 那 針對下午要邀集的農委會 跟經貿談判辦公室 還有食安辦公室 跟國貿局 跟衛服部食藥署 討論這個 全部這個過程 去把它做一個公開 這個可以來做一個討論 但是去把它想一想 如果是在我們立法院的 這沒話說 你除了秘密會議以外 那本來這個在立法院 國會殿堂裡面 來要求公開透明 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在賠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 可是呢 如果在行政部門 你此例一開 那只要我們立法院 覺得哪一個是重要的 那全部都是 要把整個會議的過程裡面 全部都公開 然後呢 逐字稿 然後 全部都要去上網 這個好像是 會不會 隨著立法院這邊 愛怎麼要求 然後行政部門 全部都要去做 會不會過度 去介入到行政機關的一個運作 這個大家可以去做一個思考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我們要求 整個會議開完以後 然後他把整個會議紀錄 全部啊 來提供給立法院 那提供給立法院 那不是秘密的 當然就是公社會大眾 來做一個參考 我覺得 我們行之有年就是這樣子在做啦 行政部門只要立法部門這樣去要求的話 那會議紀錄本來他就會去提供 那為什麼要到逐字 逐字稿 在財政委員會那邊是講逐字稿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把會議的過程 全程公開 並將會議的紀錄上網 來做一個公開 這個 還是覺得很奇怪啦 除非行政部門這邊如果認為 沒有自愛難行 我們就沒有意見啦 那否則 那行政部門也跟你講說 啊我就做整個會議 後來的紀錄就已經給你們了 那我們去要求會議 行政部門去要 立法部門去要求行政部門 整個會議全部都是公開 這個我相信我們 立法院這邊自己也去想一下 我們這樣會不會過度的干擾行政 行政部門的一個運作 那好啦 如果說今天講的 我們是針對是來出這個部分 那哪一天各個委員會全部要求 全部國防的我也要 外交的我也要 全部為什麼經濟委員會可以 為什麼國防委員會不可以 為什麼財政委員會不可以 這個可能所有委員也要特別去考慮一下 關心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監督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去過度的這樣的要求 難道我們沒有讓行政部門 他全部去把會議的過程全部都公開 我們就監督不到嗎 這個提案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我也請大家思考一下 因為你整個會議紀錄都已經送給你了 送給你了 送給你後面都會知道 國人都會知道 那我們又用立法院的力量做 要求他們一定要答應我們說 整個會議過程全部都是公開的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憂心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們這少數你們看會怎麼樣 副首長已經提過 因為這個等於是我們做成決議前的討論 依照行政程序法規定 其實他是不宜公開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是不是 我們還是最後把會後 把那個會議的發言紀錄跟會議的結果 來正式寒送給這個財議委會跟經濟委員會 這樣子也就等於公開了 是 你們最後當然還是公開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也幫國民黨議員來問 你們說到最後還是跟我們都是公開 你們這個過程不公開 你們的威力除了剛才你談到這個 有沒有你們覺得不妥的地方 沒有 翁崇峻委員你們是在做官 我不知道 沒有啦 我來問啦 我來問啦 因為行政部門 來我們好好討論 行政部門在討論的過程 當然我們各部會的代表 都有各自應該發言 還有就是他自己的專業要表達的意見 那在這個討論過程當中 其實他是還沒有最後定案的東西 那你要把每一個發言的過程 發言的內容全部公開 其實這對我們行政機關的官員來講 然後到時候他是不敢發言 然後可能這個 這個會議就變成是一個無效的會議 這個其實會影響到整個會議進行的結果啦 所以真的是建議是不是可以不要 不要把過程公開 但是我們會把這個發言的紀要跟會議的結果 來寒送給 大院的財政委員會跟經濟委員會 謝謝 我看我們在場國民黨的委員 除非你認為行政部門這個講法 你是聽不下去啦 那不然我覺得說這個很公道啦 你們就叫做嫁妹 我就是要的過程 要讓你們知道而已 你們就在那裡無意義的案子 謝謝 謝謝 來接下來我們誰 來 先宜鳳委員 再來我們陳婷菲委員 賴瑞隆委員 台下請小聲一點齁 你們好好討論 專業委員可能沒有聽到 我們剛才前面討論 其實我們已經說 不是在會議當中全程的錄影公開 而是錄影之後 在會後 將你們會議中的討論上網公開 那我們還是有做到說 就是說讓行政官員可以在會議當中 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而不會在場的時候受到其他民眾的干擾 但是在會後公開 剛才我們的賴瑞雄招委 他也同意 他認為政府也應該是透明公開的 讓我們大家都可以知道 而且這個並沒有涉及任何 我認為這裡面沒有涉及任何國家安全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議的內容錄影公開 並沒有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疑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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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陳提芬委員 再來賴瑞隆委員 再來翁從軍委員 謝謝主席 其實剛剛我們財政部官務署已經說了很清楚 這個所謂全程公開 而且在會議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是違反到行政程序法 我覺得說今天大家的方向都一致 就是要怎麼樣把我們的食安做得更好 我相信只要在這個原則當中 我們希望他在這個討論過程 是不是在會後 會後其實過去我們所有都是會後 你說在這個會議過程當中 你就把它上網全程公開 對 就是說你會後 但是會後的當中到底要哪一個部分要公開 可能是我們的結論 那我們在整個討論的過程 這個部分到底可能是現在是 糾結在這個公開的內容 我想國民黨現在可能是糾結在公開的內容 那其實我覺得過去可以比較 可以比照 過去在很多的會議我們的結論把它公開 我們在哪一個部分把它公開 這過去都曾經有案例過 我們就比照過去的案例 不是說今天在誰執政就改變什麼樣的做法 沒有 該公開到什麼程度 過去都有案例可尋 所以我覺得你們把過去的案例 也是有那個重大政策的一些決定 然後我們到底公開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你們把那一個部分舉例出來可能會比較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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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請 賴樂榮委員 主席各位 我是建議 因為其實各黨也都會辭政 那其實對公務員還是要基本的一個 給他們足夠的一些保護 那我覺得像很多的會議都是在內部討論的階段 那如果所有都直接這樣 不管是直接公開 或者是會後全程公開 那幾乎很多公務員大概不敢講話了 甚至於他們在討論過程中 很多幾乎都是會非常巨到非常大的壓力跟困擾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讓整個 那我會請這樣建議 因為這個如果這一例如果開下去 以後全部都比照的話 那每天行政機關上萬會議再進行 美國這樣處理 這個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讓國家行政 維持一個好的一個品質 我還是建議會後 針對這個發言的部分 既要就好了 就重點的部分 如果我們關心重要 既要來交付委員會 那甚至於來公開 我認為這個對於討論的品質 也會提升 同時對國家公務員也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保障 讓他們能夠上手 就他們的專業來發言 然後做成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決策建議 以上 謝謝賴委員 我們請那個翁從軍委員 12點 主席各位同仁 我支持謝一鳳委員的這個提案 因為美豬的議題其實到現在為止是一個 國人都很重視的一個議題 大概也是國人相對重視目前最重視的一個 一個案子 那我們現在一直強調就是說 將來美豬進口之後 怎麼樣讓我們的鄉親或者消費者知道 美豬它到底有沒有含萊克多巴胺 是一個關鍵 而不是說我們進口美豬之後 只是標示它的來源國 它是從美國進口或是從哪裡進口的 基本上已經跳脫了 就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曾經講過很多次 一再的重複 就是我們包括我們的公證單位 像遠東公證這一些 他們只公證 有沒有含這些萊克多巴胺的成分 是有辦法去公證的 但是要公證來這個產地 他們是沒有辦法公證的 所以基本上回歸到最後的 還是我們大家在關心的 到底美豬進口之後 大家關心的有沒有含萊克多巴胺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 這個進口之後 我們在序號上面 應該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標示 讓消費者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買的這個豬肉 不管它是哪一口的 我們到底放不放心 甘湯吃下去 人家吃這個意料 被害就怕孫了 所以今天 國內 我們當然尊重行政單位 就你們在發言 或者是你們有些 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應該要做一點尊重 但是今天面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前國矚目的議題 我們當然希望你們在討論 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們應該是要把整個過程 讓老百姓充分了解 你們為什麼做這樣的決策 而不是黑箱作業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 這位委員剛剛本來他是希望說 在會議紀錄上面上網公開 他現在已經退一步 已經修正到我們賴委員 賴召委員剛剛所提到 就是我們會後能夠 將整個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要求 而且站在立法委員的立場 我們今天不是在挑递行政官員 也不是給行政官員壓力 而是希望我們行政官員 在發言的時候 跟立法委員一樣 大家大家有一點要用心 做這樣的決策 我們今天要做這樣的決定 我們是經過一個公開公正 然後大家都共同去做的一個共識 這樣子才能夠讓我們的兩千三百萬的鄉親 能夠認同 所以我還是支持我們賴一鳳委員的一個提案 請大家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林毅華委員 其他有沒有 那主席台在這邊宣布 我們今天中午不休息 一直到今天會議到我們的議程結束 謝謝 來 好 主席 主席好 有關於謝一鳳委員的這個提案 我覺得應該是沒那麼嚴重 因為大家看到它只是針對 就是萊豬增列專屬貨物分類 號列之必要性 那因為這件事情呢 全民也都非常關心 那我覺得謝一鳳委員已經退讓到說 不是所謂用直播的方式 而是用會後的方式 那因為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它不是那麼大不了 不是國家安全 國家機密這種大事 第二個 因為這是現在全民很關心在開放的事情上面 大家希望政府能夠做相關的專屬或分類號列 這樣子一個處理 所以我覺得讓大家能夠去了解政府討論的過程 這是好事啊 尤其我們一直在說 以我所謂透明政府為自豪嘛 那我們現在都知道其實我們 以現在來講很多還逐字稿都出來了 還不一定叫做只是開放影音 逐字稿都可以有啦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應該委員提出沒有這麼大不了 而且再來我要講 就是因為之前有一點有一個沒什麼信心 就是有關於食品安全及營養資訊會 因為我們從這個隱藏身份還有會議內容的摘要 看出明明多數人是反對跟有意見 可是最後導出來結論卻變成是贊成有標準出來 所以像這些都是讓我們覺得 如果能夠讓相關的討論 在政府部門裡面的都能夠更透明開放 應該會符合比較民眾的期待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大家能夠站在這樣的角度 透明政府角度來支持西方委員的這個提案 謝謝 好 謝謝 那最後一個我們那個邱志偉委員 我們就來處理 謝謝 其實這個透明自主不能無限上綱 這個提案我不用腦筋思考 我用膝蓋反應我就覺得我要反對 我不用說好 我用直覺性反應 你歡迎關於美塞違反法律規定 都要行政部門包括財政部 由依據行政程序法 行政部門內部的會議不能公開 在決策的過程中 如果我強迫你公開 我會使公務人員訴法 這樣會對 如果我們比照辦理國安基金要護盤 我也要求你公開 對國安基金你要護盤要買哪支股票 武器採購 你當然也可以這樣去比 你同樣的邏輯嘛 你聽我講了 你聽我講了 所以法律 法律依據 法律依據很清楚 我來講嘛 我來講 法律依據 法律依據 是不能公開 我們不能讓公務人員處罰 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行政立法部門 立法院的決議 也不能侵犯 也不能超越法律 好 來 那我們現在 來 好 來 我們就處理了 那那個歇一鳳委員 怎麼樣 歇一鳳委員 歇一鳳委員 這個什麼 歇一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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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案 跟剛剛大家充分去討論 那新聞委員呢 同意是在會後 是嗎 會議結束後來提供 那這個呢 我們就直接 大家有沒有同意 案子 主席 主席 我們有提出修正動議 剛剛有提出來具體的建議 修正動議文字是不是請工作人員宣讀一下 好不好主席處理一下 修正動議要優先處理 修正動議優先處理 依照議事規則修正動議優先處理 修正本來就可以修正 修正動議 大家沒完沒了啦 剛剛已經講了啦 而且我在這邊 修正動議啦這議事規則 開會本來就可以修正動議 等一下我要說一下 第三公正單位也有 像高通案 也有過嘛 他並不是沒有 請各位委員 因為大家都是國會委員 大家注意一下 曾經在13 一千三百多少 這個什麼 經濟委員會也曾經在1396次委員會 針對 通過這個決議 也就是高通的這個案子也是 都有錄音錄影送到這邊來 這個會議結論都有送到這邊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來我們先處理第二案 好 第二案 來第二案 來大家我剛剛 等一下 你先做一下啦 我剛剛已經說到那個 邱智我都非常的尊重 邱智委員 我已經說最後一個發言 來 先對第二案 主席我程序發言 主席 陳旭發言優先處理 剛剛我已經說過了 沒有那是一般的 我現在陳旭發言 陳旭發言 不是 那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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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陳旭發言 陳旭發言 主席違反陳旭 我們要陳旭發言 主席違反陳旭 我們要陳旭發言 主席違反陳旭 我們要陳旭發言 沒有違反陳旭 並沒有違反陳旭 我們要陳旭發言 請回座 我們要陳旭發言 你怎麼按我們的麥克風 你怎麼按我們的麥克風 我讓你們陳旭發言 你怎麼看我們的麥克風 你不可以按我們的麥克風 請回座 陳旭發言 主席我們要陳旭發言 陳旭發言 主席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我們要陳旭發言 陳旭發言 修正動議要優先處理 陳旭發言 陳旭發言 大家互相尊重 怎麼可以按主席的麥克風 陳旭發言優先處理 主席處理不公啊 請回座 主席處理不公 主席陳旭發言優先處理 開按我主席的麥克風 你也是趙偉耶 主席你處事不公 我們要陳旭發言 結果你一直要處理提案 要表決 主席陳旭發言 請回座 不開按主席的麥克風 請回座 亂來 我充分尊重你們 你們可以如此嗎 怎麼開按主席的麥克風 請回座 請回座 怎麼開按主席的麥克風 請回座 主席陳旭發言 你要處理 議事規則 修正中議要先提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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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都已經討論修理 團去發言 修正中議要先處理 修正中議要先提出 修正中議要先提出 也不是討論中議 請回座 主席都先處理 修正中議要先處理 你們要提也要先提 修正中議要先提出 修新秀 修正中議優先划 其實是不對的 你還確定啊 修正中議要先處理啦 自己委員會 大家都一再的理性討論 主席台讓大家充分討論 怎麼可以按主席台的麥克風 議事規則我們要程序發言 你不讓我程序發言 你不讓我程序發言 請問坐 程序發言 那我要程序發言 程序發言 你要讓我程序發言啊 修正動議嗎 你要不要處理嗎 不能按主席台的麥克風 你不能討論中體啊 已經討論不行 你不讓我們程序發言 我們程序發言優先啊 程序發言優先 優先程序發言優先處理 程序發言優先處理 對不對 程序發言優先處理啦 程序發言優先處理啊 你要確定啊 怎麼可以 大家都是理事保育態上亂案 你要確定要不要接我們的修正動議嘛 你修正動議要處理啊 你修正動議要處理啊 好請回座 修正動議要先處理啊 修正動議要優先處理啦 你不公允啊 你處理不公允啊 你又不讓我們程序發言 我們要程序發言 我們要處理修正動議 你又不處理 程序發言優先嘛 請回座 大家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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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我講一下 教則你修正動議先 沒關係 兩人都表決就好了嘛 好不好 請回座請回座 來 兩人都表決啦 請回座 請回座請回座啊 對不對我已經說了 剛剛我們說了 邱智雯委員處理完 我們就處理 對不對 主席他已經說了嘛 對不對 主席那是一般發言 我剛剛講的是程序發言 程序發言要優先處理 請問一下 那程序發言 程序處理要優先發言 程序處理是不是要優先 請登記程序發言 尊重 請登記程序發言 請登記程序發言 好啦 沒差啦 那你講三次了 你還這樣子 兩岸都表決就好了 不要再搞了啦 這個不要再搞了 程序發言請登記 來 兩岸都表決啦 請登記 請登記 讓大家充門表決 請登記 我請登記 時 沒稀 請登記 感谢观看 好 主席来在这边尊重各位委员 但是我还是希望理性发言 所以会询问大家登记 因为实在大家都关心 所以敬请大家理性讨论 来第一位 几分钟 两分钟 好我们会询问一个人两分钟 第一个 陈景峰委员请发言 登记时间 谢谢主席 主席我想刚刚 这个争议是因为 我们要程序发言 然后主席没有让我们 可以得到优先处理的一个状况 所以才会发生刚刚的争议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 按谁的麦克风的问题 我觉得主席 不要借题发挥 基本上程序发言 本来就要优于一切 而且修正动议 也是要优先处理 这原本就是我们在 议事规则里面 非常清楚的标明 在我们的第十一条 还有第三十七条 拜托我们大家可以把它 仔细看清楚 修正动议就是要优先处理 那刚刚我们民进党团 已经提出修正动议 可是主席却不处理 我们的修正动议 还是执意要先处理原题案 下去表决 那当然我们有意义啊 我们有意义 然后向主席来报告 向主席来要求 主席又不处理 那当然我们在当时候 一定要集体抗议嘛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部分 大家照头里路来 照步来 技术规矩 怎么规定 怎么下 我们程序发言优先 还有修正动议优先 那刚刚国民党也说 好啊 那这样子我们就再修正动议嘛 那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本来是程序怎么走 就是怎么走 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沟通 可是沟通 从早上这个议题 第二个部分 行政单位已经陆续说了 这个会违反行政程序法 最后会变成会议无效 那如果我们今天提案 结果是会让会议无效的 那请问 我们立法权又驾驭了行政权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整个会议跟我们的动机 跟我们的目标 全部又被摩扎掉了 好谢谢 时间到 主席台再次宣布 你不是我肚子的回宠 刚刚本席再可以倒再看 本席在主席 主持议事会外 都是最依照法令 而且大家充分讨论 那么主席已经说了 主席台已经宣布 委员会这边 就是邱志伟委员 他发言完 我们就来处理 主席台还没有讲 马上就上了按主席台的麦克风 这是主席台没有办法容许的 同时 陈宁娃委员立即站在那边 你说我不处理 我什么时候不处理 所以尊重每一位 接下来 林宁娃委员请发言两分钟 好主席 因为我来做一下会议询问 我们一般来说呢 但是可以修正 但修正呢 我们应该是要在 收案之前 或是说呢 我们起码要在 开始讨论之前 但这案子已经开始讨论了 讨论到都已经要表决了 这时候立刻送出一个修正动议 然后要求就一定要表决 就是要表决修正动议 那如果我们今天议事规则 可以这样玩的话 那我们立刻再写个 再修正动议啊 然后我们再修正 再提出来 我们要优先表决 你们再写一个 再再修正动议吗 意识规则不是这样玩的 就算大家在讨论中有意见 你可以针对文字修正 如果要举手 大家可以来讨论嘛 可是不是说 我今天都讨论到要表决了 就民进党团就拿出一个修正动议 那我就再提个再修正动议啊 大家要玩就这样来玩嘛 所以仅回归理性好不好 就原来的提案 我们就很清楚 就表决 先一封委员的提案 要不然你们就早一点 在我们招委收案前 你如果有类似意见 你可以送上去 我们没有意见 但不能到现在都讨论到 都要表决了 你才丢出一个修正动议 那难道要我们在党要吞你们的修正动议啊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一点都不合理 意识规则有写 但是还是要有在时间点上的差别 不是你随时要提 都可以这样子来提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 待会儿来来找找位 好主席各位 我想委员会的主体还是各位委员 那其实 当然我觉得那如果大家讨论 如果产生一些冲突的时候 其实最后就是照意识规则 当然我们希望是尽量 取得一个协商的方式和协方式来进行 那我还是必须讲 就是说这个当然是 我觉得一段时间以来 大家对于修正动议很大的一个没有误解 就是说好像一定要在修正动议 一定要在几点以前提出 我还是必须讲 修正动议本来就是在会议上面 提出来的任何随时都可以提出修正动议 只要这个达到服役人数都可以提出修正动议 那现场就可以做修正 这个是开会的目的 开会是要能够讨论能够解决事情 所以修正动议 本来就是在会上随时可以提出 包括主席包括任何人都不应该去限说 每一个委员他们的修正动议的提案权 那修正动议提出来之后 都依照这个意思规则 立法院的意思规则第十一条 当然就是要优先处理 不管在院会在委员会都是这样 提出来之后就是要做优先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想这个意思规则上面 都并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沟通有共识 我们当然也照有共识 如果大家双方的旗舰很大 那真的要进行表决说 那就照意思规则来走 那没有所谓 之前曾经讲话委员在这个魏环的时候 我也跟他沟通过 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十点前才修正动议 这个几点后就不修正动议 我再次强调会议开会委员为主体 委员只要现场达到那样的人数 处理修正动议 那就是可以提出 那提出修正动议 依照议事规则 就是做优先的一个处理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照议事规则来走 才不会产生更多的一些 不必要的一个紧张跟冲突 那另外刚刚还是 因为刚刚中号很紧急 包括程序委员 这个有程序发言 要发言然后不能发言 所以对主席有一些不礼貌 也请见谅谢谢 好我接受你的不礼貌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邱志伟委员 是不是因为礼拜一 这个国事鲁玛 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 这个立法院各项会议的准则 就是立法院议事规则 另外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不是用完的 如果真的用完的话 立法院真的是完蛋了 立法院议事规则要去遵守 也不是某人说的算 也不是经济委员会委员说的算 也不是主席说的算 都要有白纸黑是有相关的依据嘛 所以刚才主席 刚才整个过程我都有在旁边看 其实这个你正要处理的时候 这个程序发言应该优先处理啦 马上第一时间这个陈丁飞委员就 因为为什么他要程序发言 因为这个临时提案 那个修正动议的优先性 是带于你的提案 所以我们所有的作为 都是依据议事规则啦 我希望所有同仁大家 本于议事规则大家互相尊重 不要科语啊 让这个行政部门可能会有违法的资予 或者我们做了决议 让立法部门这个很难去遵循 或者是他们有处罚的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委员会 所有的委员冷静 大家沟通 大家好好的这个为国家大政来努力 好了谢谢 接下来请翁从军委员 请做寻答 来翁从军委员 请做会议询问 主席 主席 今天你生日呢 我看到我们这个丢一人 这里漂亮 这里温柔 結果今天都早情了 我是覺得主席 你剛才才是基本上是 立法院的慣例 就是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或者在宴會裡面 在開會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 截止提案的時間 所以包括財政委員會 先打完之後 就說陰暗截止提案 這個都有的啦 站在我們立場上我也覺得 這樣很不利 但是立法院過去 我們都經常有這樣的慣例 就是說我們大家 你宣布截止提案的時間 接下來現在已經進行討論 討論完以後 又要開始進行表決的時候 突然又冒出一個修正案 當然這是和我們過去的意識慣例 其實都有很大的差距啦 所以我感覺說我們今天 還是回到我們過去處理的意識慣例 到底我們截止提案之後 我們在討論完之後 然後我們要表決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子再重新提修正案的一個案例 假設沒有的話 我還是支持 集集諸縣的提案的菜館啦 就是我們現在就進行表決啦 以上 好我們接下來請 謝謝 我們經濟委員會 我們經濟委員會 我們這個講道理好不好 意識和諧 首先我們慶祝我們 這個有什麼意義啊 這個是我覺得所有第八個案裡面 最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美豬議題 這麼重要的議題 民進黨為什麼要發公開 為什麼 我們在議場這麼多天了 就是為了美豬 這個要講清楚說明白 到底這個可以不可以 列那個貨品分裂序號 希望我們部長不要干預 讓我們官務署能夠順利的召開 那部長也答應了 那假定可以的話 排列序號的話呢 那部長願意道歉 早上我質詢了吧 整個關節是在什麼 今天我們民進黨委員 已經在表決了 意思在處理了 臨時提一個修正動議 不尊重主席嘛 那賴維倫委員也不應該上台啊 對不對 賴維倫你為什麼要下麥克風 你也是趙偉耶 你也是趙偉啊 那現在 主席還沒有讓你們程序發言 那我們就要程序發言 修正動議長什麼樣子 我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 我是 我是建議 大家好好談 那今天 大家好像有點共識 會議後 我們把全程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不是只有摘要跟結論喔 要全程的發言內容 要上網公開 這個應該要公開嘛 資訊透明公開 那民進黨怕什麼呢 一看到這個提案 說什麼會議結論 會議摘要 這個我覺得 我們兩黨都應該支持 這個共識齁 在會議之後 那會議紀錄 前 上網公開 全程發言內容 好謝謝 我們登記到第七個 謝伊鳳委員 截止登記了齁 謝伊鳳委員 這個會詢問完我們休息協商 主席各位與會的同仁大家好喔 那我再重新還原了 因為剛才很多的委員沒有聽到這個過程喔 那因為我提這個提案 其實是希望說 我們行政院在討論萊豬爭列CCC code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影音過程 在開會的當中全程就是公開喔 那時候在我們臨時提案的處理之前 賴昭偉他就來跟我說明 那我不曉得他代表的是民進黨黨團的意見 還是行政院委託他來跟我協商的意見喔 那我就同意了他的修正過程是 會議後我們可以全程公開嗎 不要在會議當中的時候現場直播 而是會議後的影音可以全程的公開 但是在官務署還是財政部 他們在回覆的時候馬上又回覆說 現在我們不能夠就是在會議後也不能夠全程的公開 那這樣子我們才 後來才有民進黨團提案的這個再修正動議嘛 那我覺得說為了經濟委員會的和諧 我們是不是就應該按照原案 就來我們我就按照我們賴昭偉提出的 我們會議過程後應該全程公開做這樣子文字修正好不好 好謝謝那我們現在休息結商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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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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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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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